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只是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手。 今年一部分人已经看到了尤斐这部剧的大结局,这也就意味着这部剧很快就会被群网收官了,从官宣的时候备受瞩目到过程当中经历的各种质疑,开播之后的群网吐槽,以及播出之后的成绩不佳,这部剧说到底还是有点惨的,本以为当红女星加上当红的顶流,这部剧怎么说也要成为爆款作品,但光靠演员也没有什么用,剧的质量也是其中的关键,尤斐之后男主王玉博也有新作更加值得期待, 只是很多观众似乎还沉浸在她和赵丽颖的CP组合当中,的确呢,戏里戏外赵丽颖和王玉博关系很好,片场互动欢乐,戏外两个人又一同上台领奖,赵丽颖给王玉博介绍圈中前辈,王玉博的新歌又被吐槽难听的时候呢,赵丽颖也立马发微博支持,两个人之前还一体参加了天心向上的节目,在节目中的互动让不少的观众都成了CP粉,只可惜啊,赵丽颖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,在这部剧中呢,其实很多人也看不好,这个赵丽颖和 王玉博的CP,说是很像姐弟,但是后期随着剧情发展也就真香了,虽然有CP粉表示,现在好像只能够接受王玉博和赵丽颖组CP了,但是现实呢,肯定是不太可能的,王玉博接下来的新作品还是挺值得期待的,也具有一定的突破性,一部古装剧是她和黄轩,宋倩等人共同出演的风起洛阳,节目说范围吧,黄轩本身她就是圈中的实力派男演员呢,这些年的作品资源大家是有目共睹的,宋倩呢,也是王玉博的前辈,还当选了最新一届的精英女神 所以说这样的组合和搭档还是让人挺期待的,从路透的图片来看,王玉博在这部剧当中的造型甚至是要比陈行令中的造型还好看 除了这一部风起洛阳,她还有一部新作品的痴呆值很高,那就是和陈晓一起合作的兵与火,这部剧之前在某平台已经进入到了预约的阶段,想必开播呢,也是这段时间的事情了 这部剧虽然没有什么很抢眼的流量艺人的阵容,但是题材是绝对的正能量,是讲述关于嫉妒警察的故事 王玉博和陈晓在这部剧中出演的角色呢,也是充满着正义和使命感的警察角色,别的不说题材肯定是吸睛的 从剧照来看呢,王玉博有种少年正气的感觉,应该会有很大的突破 按理说呀,像王玉博这样的当红流量艺人,很少会出来出演这一类题材的作品,又或者太早了 一般都是流量艺人转型时期才会接这一类的作品,但这也说明了,王玉博虽然是流量艺人,但是在作品之上呢,也是一直在寻求突破和改变的 不一味的出演偶像剧,应该是在演员这条路上有长久的打算 所以说到呀,有匪之后,王玉博的两部新作品都是值得期待的 只不过在新剧当中,王玉博就要和其他女艺人组CP了,而不再是赵丽莹了 不知道CP粉们能否接受呢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兵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